好 另外是郭关英事件 他面对了我们的镜头 首度承认自己的的确确就是范兰青 他感叹在以前常帮兰庭做文宣 分文不取 现在却没有人出面帮他讲话 他还自己透露说在五个月前 拿了部落格的文章去投稿行政院内部真文 不但被刊登 还得到了一笔稿费 所以来质疑新闻局根本就是着实紧背 最可笑的一点 我在这些部落格上 我在这些部落格上所有的文章 我都登在我们新闻局内部的 公务人员的真文的里面 我还得到奖金 五个月前投稿到文官训练所专闻阅读比赛 郭关英特别把当时的文章找出来 另一段要让大家齐文共欣赏 新变了 新变了 以前是生怕人家说我们不是中国 不代表中国 不是正统 现在生怕人家说我们是中国 因为争不过这种正统 干脆否定正统 郭关英要证明 具名的 他一样敢言敢说 但不知道郭关英是不是记错了 这篇名为《仙缘梦》 在新来的心得报告 在342篇的投稿文章当中 一审时就被刷掉了 蓝的大部分的文宣稿 以前都是我写的 在台湾的 跟在报纸上上广告的 都是我写的 可是这次有没有蓝的敢站出来讲话呢 很多蓝的不敢这样讲 哎呀 讲台八字咯 讲什么的 他太过分了 他在台湾他怎么讲这个 他是外交官 他怎么讲这个话 没有一个人考虑到 这是个基本民主人权的问题 我当我写文章帮你们讲话的时候 帮你们做广告的时候 我一毛钱没拿 你们那时候很高兴 郭万英自称 何多文宣 都是他幕后操刀 不断把往事扯出来 无非是要为自己辩护 为什么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 决定新闻 总和报道